今天是為了解的 感謝《責務治宮殿》 謝謝責務治宮殿要品蘭開場 因為今天時間還是真的很有限很乾 所以我就一兩句話就把它講 這是我們《論辯中國》系列的 《論辯中國》音速系列的酒家遺場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酒家遺場呢 我們這個《論辯》系列已經經過快一年了 那因为最近有个机会就在明天 清华大学有一场一天的研讨会 那这场研讨会很难得请到今天两位讲者 他们在台湾公共领域当中 这个公共空间当中算是比较陌生的角色 那事实上他们两位在香港 是相当有名卓越的学者 那因为因缘机会 最近有机会跟他们有深入的认识 那请他们到台湾来参加这个研讨会 我就想说如果不管他们凹一场 特别到台北来参太浪费太可惜了 所以就把他们利用到时间用得非常紧绷 那我就稍微简单介绍一下 第一位我做手边是罗永生 罗老师我们都叫他申哥 那申哥老师是香港 宁南大学的文化研究系的副教授 那再来是陈允忠 允忠是香港进会大学的社会系 我们是同堂 那今天的题目是 香港后知名 那我们知道说香港进入所谓的后知名 已经是多年了 但是很多知名时代的一些情境问题 一些conference 到今天都还是没有解决 而且继续在纠结当中 那最近特别最近几年 尤其是2003年之后 整个中港局势新的发展了 使得香港有一个本土运动 承邦本土论的出现 然后呢在座的一位讲者其实是本土论这个说法最早提出来的一个作者 但是他今天主张的已经不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承邦本土论这样的观念 那另外除了今天要谈到本土运动之外也会谈到香港的左右问题 各位如果注意到香港的最近的情况就是到香港最近常常骂人就是骂你是左胶 左胶是不是叫左胶 左胶 然后大众话胶 那反过来也可以骂你是那个右派胶吗是吗 或者说那个叫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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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叫门土胶吗 好那我们 什么都可以是 那我们现在就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两位 好 大家好 我应该是第一次在台湾讲本土问题 我以前是在台湾读书的 90年代 88年来台大念书 然后念完陈湘琢硕士毕业后才离开到美国 然后现在才进行工作 所以那时候其实很受台湾的本土运动的影响 还是说我的政治性觉跟台湾的这个早期的民主运动和学运是很有一切关系 所以我94年到香港教书的时候我那时候一下飞机 三天之后就参加那个林商 因为林商 2003年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游行 香港就是50万人上街 然后他那个渔威还没有完 半年之后 2004年1月1号 我就前三天到了 我就参加了那个游行 10万人游行 所以那时候就很震撼 就是说那个台湾的游行通常不是用人数的 而香港就很震撼 所以那时候就很兴奋 就觉得说香港就很像台湾的 对不起我刚才讲错时间了 我说2004年了 2004年到 到 所以到 我还很紧张 我慢慢就会热身了 到那个香港的时候就觉得很像是早期那个台湾的民主化的过程 然后这个民主化的过程 因为我那时候我很兴奋嘛 就以为是一条直线 因为民主化一开始滚动的时候 你一定是走到直选啊 然后这个一定是越来越开放 可是后来五年之后我就知道 香港是跟台湾不一样 因为我们没有台湾海峡 深圳河太太浅 所以阻隔不到 所以那个香港的民主化现在是一个 U-turn 是一个回转的一个情况 所以那时候就要重新思考 这个为什么会 就是说民主化会这样一思考 会这样回转 然后其中一个很大原因就是因为 就是北京的那个 香港人叫阿爷 其实对那个政治上 是控制的非常非常严格 完全不让有空间 他其他的像什么民生政策啊 其他东西他会放给你 不过政治他一定是想尽办法把你拖骂 甚至阻止 所以这个是我简单的就是说 从台湾其实是吸取了这个本土的养分 然后到香港之后一看到那个本土又出现了 那个本土的出现跟台湾又很不一样 然后后来马上又吵架了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 是有点相仇啊 你像我在香港十年我已经有相仇了 就是说我去香港的前三年是一个 是一个民主化 对我来讲这个民主化很有前景啊 然后社会运动很多啊 然后都一起开放 很兴奋的时候 可是三年之后就马上就不太兴奋了 所以我现在要讲的是2007年 我们其实是一群年轻人啊 我哥一群年轻人啊 我年纪应该最大的 然后陪一群年轻人在搞这个 保护天心跟皇后码头 然后那时候 这个时候呢 我们其实也提出本土了 当然本土的这个概念 那个罗老师等一下会 可能会再讲是更早了 一早就在文化认同 香港认同 很早就提出来 所以我应该不要晚到香港 所以我是提我们那时候 那时候 讲的本土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在保护天心码头 跟皇后码头不要被拆迁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也用了本土 当然有一些小小的背景 当初用本土的时候呢 因为我是运动的核心人物 我其实是反对的 我就跟大家讲 我们不要用本土行动这个名称 因为英文名他家已经讲出来了 叫Local Action 可是中文名还没有 我就说我们要本地 本地行动好了 为什么不要用本土呢 因为我说我从台湾的经验 你用本土呢 马上他就会讲说 哦你看台湾超来的 台湾的本土等于台独 那你现在就要搞港独 搞港独 马上就就把你校医院这样子 所以就说我们因为我们只是要保护这个 这个城市不要被这个推土机这样推走 那如果你太快进入这个历史形态的辩论呢 会使得可能这个所谓清北京的报纸 我们叫左报 就不停的攻击你 所以使得你原本想谈的议题不能够谈 所以那时候我就建议说我们用本地行动 就是很像要刻意要避开这个本土这个论 可是香港我是唯一一个不是香港人 然后他们就说不行 我们也要有本土 然后我们的本土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这个本土呢 是之前是新的本土 是一个开放的本土 是一个进步的 是有进步性的 然后我们不怕 暂时没有人跟我们争 所以那时候本土没有左右啊 就只有一家无分店了 所以我们很快乐就 就这个品牌就已经把握住了 可是我们只这个本土这个品牌呢 我们基本上只维持了一年 就很当了 然后然后第二个本土出现是2011年的 2011年就是所谓的反对排外的本土了 有的准确一点叫排内 就是排斥内地人 排斥大陆人啊 排斥叫排大 排大开玩笑 看路 就排斥大陆人那种本土了 那种本土是一个完全跟我们那种 那时候讲的开放本土是 是走另外一个方向 然后他们很快的就 把这个品牌就抢回去了 所以现在 所以大家现在今天认识的本土呢 是这个新的品牌 就陈邦以这个理论的基础 当然是陈勇 是主要的推手啦 写了上本土就在建构这个 就我今天想给大家有点相仇的回到2007年 讲当时我们的本土跟我们的行动是怎么样 给大家有一种概念 那时候为什么我们有些人啊 包括我自己有一些怀念 我们能不能把当时 其实不是很远的时候 就几年前啊 八年前的本土 再把它重新再讲出来 重新再跟这个排外本土 能不能做一种对抗 因为我觉得那时候的 那时候其实夭折了 所以那时候本土没有发展好 就夭折去 所以我其实有点想把它再复兴 我能不能控制这个 好 好 这样我怎样 下一张 不好意思啊 那这个是 因为时间关系 我再也不要 我有很多张 所以我发得很快 所以本土主义 其实是 我们那时候就是这个访问码头 后面就是中华 就是银行啊 就是一个金融中心啊 然后我们是从海这边拍过去的 湖多利亚港 就拍进去的 然后就大会堂 下一张 这个是皇后码头 然后这个皇后码头 这个旧的照片 这个是天西码头 皇后码头就在隔壁 就这个 就隔壁 天西码头先拆了 然后再拆皇后码头 大会堂 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公共空间 然后以后就全部都会 一停下来 现在就不见了 后面就是汇丰银行 上海银行 下一张 然后这个 连这个power point 都有一点相愁 这个power point 在我们在192007年搞运动的时候 这是我的一个同伴 叫师傅韦 整理的 所以我们那时候把 所以我这个power point 我看这个power point 都有一点相愁 因为那时候 我们在整理这个的时候 其实也是在搞运动 所以 然后这个张照片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维多利亚公园 大家知道 就是七亿游行 还有这个六四晚会 几四万人 就在这里聚会 可是大家不知道 爱丁堡广场 就是 不远的地方 也有一个公共空间 它就是皇后码头 天心码头 大会堂 跟停车场圣 这个公共空间 跟无多利亚公 是同一时期 盖出来的 就是50年代 那时候 填海 不是为了盖 很贵的住宅 不是为了卖地 而是为了公共空间 就是因为那时候 殖民时期 人们非常不满 你盖公共房屋 给人住还不够 你要有些公共设施 提供出来 所以填海 不卖地 是很难得的 所以我们说 这两个是 是一个很重要的 抗议的地点 因为它是 那时候渡人 就从天心码头过去 那时候没有隧道 所以几乎 所有的抗议 一定是要在渡人前面 做抗议 所有人都从这里经过 所以这个公共空间 就不只是 一个交通转运站 它根本就是一个 所有抗议 活动的一个 很重要的地点 古多利亚公园 大家比较清楚 可是我们要强调 这个也是 下一堂 背后是皇后码头 比如保钓运动 保钓运动 一定要到皇后码头去抗议 因为保钓是爱国 然后就反持 反帝 爱国运动 所以它背景一定是 一定是皇后码头 还有比如说中文作为 官方语言运动 但是你刚刚英国人抗议 那就象征性地去皇后码头 就跟皇后 跟那个英语皇抗议 说我们要中文作为官方语言 所以很多这种 重要的运动的场景 都是在这里发生的 这个是 这个是我们皇后码头 然后贴的一张照片 是讲书手中 当初在反对这个天心小轮加加 因为天心小轮就是一些打工仔 这个来回的一个小轮 如果他加了五毛钱 就变得很灰 所以这个是最早的一个抗议的照片 然后我们 我们就把这个旧照 就贴在皇后码头 就要我们这样说 要把我们现在的抗争 跟过去的抗争呢 调回来 就是说 我们今天的抗争 其实是声援过去的抗争 所以我们是一脉相传的 这是人民抗争的空间 所以我们要打出来这种抗争 再看 实际也算如此 也不是我们发明 我们只是做了那个articulation 其实我们皇后码头 它象征意义比天心更大 一个皇后 其实应该正确的名称 应该叫女王 亏女 香港人广东话很厉害 把你变成皇后 也就是变成国王的老婆 其实这个翻译过程 就已经把你点下去了 应该叫女王 或者码头才对 所以这个天心码头 其实最早是从这里开始 所以开始是艺术家 下一张 然后我们那时候已经 已经被围起来了 要快拆了 所以很多搞艺术的人 就觉得很可惜 因为天心码头 是所有旅客 所有香港人的集体集园 因为大家都是从这里来回 下一张 所以很多年轻人跟艺术家 最早介入了 然后慢慢的就 就有一群不认识的人 不认识的人 就是 从后来叫八十后 就跑来 下一张 这个两宝上 这个行为艺术家 很出名 搞很多活动 搞了半年 再下一张 然后我们就说 保育 这个皇后码头 是保育我们香港的历史 包括香港人的身份 这个连接起来 下一张 有很多行为艺术 强调自主自发 包容性 参与 因为这个是一个公共空间 可以 可以 机会 可以 各种表演都可以在这里 下一张 然后最后政府就不理了 就一定要拆了 那就要用直接行动 来阻止 那个退出机 所以他们就爬到钟楼 偷偷往上爬去钟楼 然后在 钟楼那时候已经停了 因为已经 已经要准备拆了 他们就 就敲 用人手 敲那个钟 敲出那原本 每个小时 打出那个声音 其实是蛮感动的 然后现在这样 然后最新 现在都是 还是很火药的 所谓八十后 青年 那时候不认识的 就这样聚在一起 很多是不认识的 现在是就很熟了 现在这样 冲到工地里面 冲进工地里面 就13个人被抓 后来 后来 我就释放 下一张 在下一张 反正就是给大家 一个感觉 那时候 就后来 后来就拆了 在下一张 他就 连夜就拆了 就把它毁失灭起很快 政府想说 就造成事实 这样子 很多很多 很多 艺术跟那个 直接行动 下一张 好 下一张 所以 在天性 天性码头被拆 后来 我们就看到 旁边有个皇后码头 保不了天性 我保皇后 但当时就想说 皇后码头是什么 大家没有什么记忆 因为 那个是很比较陌生的一个港口 那个就不是一个渡轮的一个码头 是一个游客的码头 去小岛的码头 还是有人拍结婚照去的 就不是大家那么熟悉的码头 可是就想说 还是要保留 所以那时候就放了很多活动 那时候的口号 其实是要重新把天性码头盖回来 就是说 然后同时 后来不行 就开始集中到皇后码头 下一张 这个是我要讲的重点 就是说 那时候 我们本土行动已经成立了 就是叫本土行动 就是一群年轻人 等一下有个照片给大家看一下 这些人是什么人 然后 我们有一个行动 是1月21号 是说 我们叫做 人民登陆行动 121 人民登陆皇后 因为皇后码头 是一个仪式性的码头 所有这个皇亲 既有 还是总督 就职 还是离职 他们都会做渡轮 当然 不是从渡轮 从伦敦来 坐飞机 然后就在对面 尖沙嘴 多一个渡轮 象征性 在皇后码头登陆 登陆 然后就有一个仪式 在这个广场上面 艾地宝广场 然后再进大会堂 再有仪式 所以一个仪式性很强的码头 然后我们说 我们现在人民接管这个码头 因为我们也要知道 现在很多人就说 我们是练职 所谓 那个清中 就是清北京的派 就说 你看这个年轻人练职 你要回归那么久了 十年了 你们还 就是还怀念过去 我们说 怀念个头 哪里怀念过去 我们就根本就是要 把这个地方占领下来 所以我们就办了一个活动 叫做 人民登陆皇后码头 就接管这个码头 所以是一个很象征性 可是那个象征性呢 那时候 对我们来讲很自然 可是现在回想起来 现在的本土呢 是那么排外 那么当一的时候 就回想起来 我们那时候是 其实是很开放的 所以那时候 所谓的进步的意义是说 因为相对于现在 所以我们才 有一点相仇的 把过去的 我们做的事情 原来那么不同 才那个比较才出来 因为之前没有啊 就是我们搞的人 没有人讲 然后所以 我们就租了一艘船 然后在尖沙嘴那里 上船的人呢 其实是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人 你看有保育人士 反重建 这个叫都市更新 外劳 新移民 无证儿童家庭 就是大陆的小孩 还没有哪个证件呢 保育环保 教育立法会 就各种所谓都市的边缘人 被政策排斥的人 新移民 大陆人 劳工 全部都象征性的 全部上船 200多个人 上船 然后 那个船头 就有一个很大的 就叫本土号 然后我们就好好当当的 就这样 船上来 然后就 很多人就陆续上来 所以 那时候本土是 乱七八糟的人 就是说 基本上都是 都市边缘人 上来 上来这个码头 下一张 然后 我们登陆的时候 所以有很多仪式 然后 比如说 其实我们那时候的诉求 是民主规划 就是说我们要 就是说这个码头 为什么会被拆 就是因为 官商勾结 地产商跟这个集权的政府 不理我们的历史 所以要把它拆掉 变成豪宅 其实后来才知道 要盖解放军码头 现在拆掉这个皇后码头 之后是会被 有一个三百米的解放军码头 在不远的地方 在不远的地方会重建 所以 所以这个是很过分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讲的是 人民自主 规划自主 就是这些议题 就是也是一个民主的议题 所以那民主 不是选举的民主 是说我们要有规划 城市的 权利 下一张 这个是一个作家 邓小华 对这个行动 因为他也是一个策划人之一 然后 这场定义本土的运动 一直都极度重视 于被排斥者和边缘除群细手 那些与我们接近的 肩不融化 我都这么清楚 因为被定义为危险 因为我之前没有好好地读 反正我 简单来讲 就是说 这个本土呢 基本上就是 我再重复一次 就是 那些被城市 被权力排斥的人 有重新掌握权力的过程 就是我们所谓的本土 是这样定义的 下一张 然后 这是我 因为那时候 菲律宾 女工很喜欢 假期的时候在那里 黄黄码头也有盖 所以他们下大雨的时候 基本上都堆在里面 就是 休息了 所以他们就看到一群 本土行动的人 这边扎营 就以为说我们是政府人员 还是我们要把他们赶走 所以那时候我都是外交 因为我英文好一点 所以我就被拍 去跟他们沟通 做workshop 就问他们意见 说你们要不要保护码头 我当然知道一定是 sample bias 九成六的人都想要保护码头 然后讲说你什么时候来码头 原来八十年代就来了 所以我们就收集了很多 这些菲律宾用人 是一个其实主要的使用者 这个是我们 要跟他解释说 我们要一起保护码头 下一张 然后之后我们做了很多记录 因为这里真的是 是吃便当 你没有钱去中环吃很贵的餐厅 就在这里吃便当啊 游民啊 都没有人管理的 所以很多电影是在这里拍的 因为这里是没有 你拍电影不用申请 没有保安的 是一个很开放 很自由的地方 下一张 就是本署行动的成员 就是这些人 我们戴这个帽 就是说人人是皇后 就皇后已经不是一个 一个权力核心了 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皇后 每个人都可以占领的地方 每个人都可以使用的地方 所以我们有一个 人人都是皇后的一个 也是一个仪式 下一张 很多活动 我还有多少时间 我带 可以再十分钟 OK好 反正就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那时候做的行动 就是我们的家 我们规划了 然后 周任发来 我们占领皇后的七天 就已经 我们占领了差不多一百天 九十八天了 所以我们是其实在07年 最早的占领行动 也是最久的一个 周任发就来了 拍照 然后下一张 搞很多行为艺术 然后用这个红绳子 把码头包起来 等等 这个是 再下一张 有些艺术家就把记录 因为皇后码头是一个下棋的地方 下西安棋 中国棋都有 因为有不同的种族使用这个地方 所以就有人把它变成一个绑画之类的 再下一张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 经过这个寻找历史的连结 我们说这个地方是一个人民抗争的历史 把人民历史找出来 因为官方只愿意承认这是一个疑似性的码头 是一个统治者的码头 统治者用的码头 然后我们把这个人民使用的码头 还抗争的码头的历史拉出来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我们把说这些公共空间是一个多元使用的 是一个很自由的 是一个穷人也可以使用的空间 把这个当代的使用 也把它连接起来 这个就是 佛想这个就是我们想象的本土 就是这样子嘛 就是说 不管你是什么人 你关心这个城市 你愿意保护这个城市 你就是 我没有讲 那时候没有讲 只是你就是香港人 因为那时候是take for granted 就是香港人嘛 香港人就是这些 愿意为这个城市付出代价的人嘛 而不是说 因为你是 土生土长 你土生土长有什么了不起 你土生土长 你支持蔡这个城市 我都还是不觉得你是个本土派 所以对我来讲 本土派就是 愿意去对抗权威 然后保护落者的人 不然当然现在想起来是一厢情愿 我们就记录了很多 那时候所谓 你要讲说 这里是一个很多人开放的 但你要记录了 所以我们有一个摄影师 就20小时记录 这里的 从早上 从早上用到下午 全部奇奇怪怪的人 然后 这个是菲律宾人 跳para para 然后跟我一个 下棋 然后打台起 下一张 下一张 钓鱼 下一张 然后我们在这个原本的使用上面 我们在增加我们的活动 有讲故事啊 做诗啊 楼永生有被邀请来讲 这个本土被依 等等 诗人啊 念诗啊 吟诗 唱歌 说故事啊 就把 就很丰富 要把这个历史再丰富 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我们除了把过去的历史 拉出来之后 我们要继续洗历史 所以我们所有的行动 都是一个历史的行动 都在写一个新的历史 看烟花 再看 我们差不多等于地下音乐的重症了 那时候 因为那时候你吵死都没有人理你 哇 那首地下音乐 哇 再多多了都不知道是什么 是什么了 下一个 Our home with plan 你看这个是 我们 请那个社区的妇女 车了一块这个白家布啊 就是说我们也做连结 不只是手都把皇后码头 我们说我们要连结这个重建 还是都市更新的这个苦主啊 所以我们就游行那个重建区 把这个白布拉进去 然后把那些重建的灾民一起在拉回皇后码头 就做一个象征性的连结 下一个 然后很多艺术家就把那些 以皇后码头为主的把那个 箱筹的东西全部挂起来 跟皇后码头有关系的二次创作 那个是多了 多了不得了 再下一个 所以我们在那里扎营 然后后来很紧张的 我们搬到屋顶去 就为了要直接行动的时候 拖慢这个拆迁 所以搬到屋顶去 那时候没有地方吃 我们在那里煮 当做厨房 就是你看重建 就是他们把家拆了 但我们就占领码头 就把码头变成我们的家 就是 就是在玩这个游戏 不过也是有需要的 因为没有东西吃啊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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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有很多象征啊 就是买这个老师的睡衣啊 就是年轻人 就是说我们要这里抽烟喝酒的 要这里霸占我们不走人啊 这个是司徒威的一个想象 他觉得我们这个 黄河码头就是在保护民生 民主民权 跟文化 因为文化在广东化来说 都是满法 这个因很像 民跟文很像 所以这个是士 他们叫士民文化这样子 所以说我们不只是保护问题 我们有政治问题 我们有关系民生问题 我们有关系文化问题 下来 下一张 好 再来 再来 都给大家看一些image 很多艺术家搞的东西 再来 公共空间的议题 再来 文化有四百多个文化人联署 然后把名字放上去 这个也是第一次文化人聚集起来 唯一件事情发生 我印象中也是很少 很少这样子 我们去申请那个 保育变成一级建筑物了 也成功了 因为很多舆论压力很大 所以我们那时候做了很多 不只是 去搞私分子 我们也跟专业人士 好 我把他讲 先一直跳过去好了 就这样 我们有解释这个方案 为什么是观山勾结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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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讲 再跟他说没有时间讲 就是我们也解密 就说这整个计划 其实是一个观山勾结的计划 解放局码头啊 这些 我们就做了很多解密的工作 再来 再来 我想要 对不起 太快了 再回去 大家这里 好 所以那时候我们总结 我们那个议题是多的 我们就说 反自由主义 因为我们左翼嘛 反自由主义 可以推手自己 去殖民 我们就说 我们要反对被 老共在栽殖民 其实我们是去殖的 跟恋职参阅 然后重新建立一个 所谓人民的历史 然后 我们要活保育 就是不要变得山长 空间的公益 就是说 这个穷人的公共空间 你不可以把我拿走 透过的手段 就是参与民主 我们有做自己的规划方案 做自己的规划 就是人民规划 然后画一个图 然后 直接行动 然后政治联盟 就是中厂 专业人士 一起争取 然后直接行动 再来 快结束了 然后后来 最后 越最后 越激烈 然后来绝食 然后再来 然后 那个当时 发展局局长也来 然后他 他就跟他讲说 这个不能够 因为政策有延续性 一定要拆 然后我们这个一错 一错就是拆了 天星就错了 再错就拆 反后也错了 这是我们取始挣扎 后来 又没有了 再下一张 所以 后面 这是那个 最高的 IFC 所以皇后码头 就在这个小小的 就是我们这个小小的码头 就很像一个 看真的基地 要对抗 全部这个整个海边 变成这个 IFC 这样的东西 就是David against Galaya 再来 然后最后 就是最后一两天 就是我们 准备 这个警察来 要跟他 抗争到底 那时候 我们买了很多橙 我们还买了很多猫沙 放在上面 因为我们打算在上面 待一个礼拜 所以把食物全部搬上去了 但大小便问题 我们都解决了 就是我们全部要学猫 结果我们大概撑了八小时 我们应该拿这个橙来丢警察 浪费了 准备在抗争很久 不过大概八小时被清掉了 然后两个朋友被检控坐牢 所以其实代价也是蛮大的 OK 其实我这个其实原本也只是介绍 好 我大概没有时间 所以这个是先讲 我们那时候的本土的想像 是这样子 等下我想 之后 我在谈 现在我们面对本土的问题 以及我们 对这个 现在的所谓 排外本土的对抗是什么 这个可能是大家更想知道的 不过 等一下再讲 我们在问答的时候再讲 好 那我们再讲真正的 大家好 我都来过台湾很多次了 但我读书的时候 两岸上帝交流的那种活动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很喜欢搞的 那个时候为什么为叶冲来搞这个东西 就是因为有些大中华主义在我们后面 那个大中华地区的时候 那个时代还没有戒严 没有所有 开放社会 就是开放直流 集民地的香港 这个是非常掉背的 所以那个时候就有这种冲动 但今天我想补充 也许陈允中 刚才介绍的 他的 他过去十年在香港长长过程中 经历的那个本土 跟我整个思考这个问题的脉络走 有一点不一样 因为 杰明松 给我开这个题目 今天说 香港后集民这个东西 实在非常难讲 当然有一个部分就是 是集民跟反抗 集民这个东西非常复杂 然后你要加上后集民的话 就要变成在高一层次的问题 然后 然后 当然我们 都知道 最近 几年 台湾朋友 对香港状况 越来越了解 希望了解 有兴趣 其中当然就是 存在着 两地互动的问题 两地互动 基本上 那些资本与会 比如说本土 这些 互相在影响 这种 所以这个问题要拉扯出来的话 就非常复杂 有一些问题 我今天晚上没有时间真的讲 可能明天再讲 另外一个场合 才能讲多一点 就是讲个像的利息脉络的问题 为什么这个重要呢 就是好像刚才所说 允宗刚才所介绍的那一种 你听他讲的一段 是前后几年这件事 其实里面怎么样 通过这个 一种叫 名叫本土运动的东西 然后推出来的是 有一种所谓 后集民的回应当下的局势 然后又大出那么多的问题 其实已经非常复杂的 这个当然跟香港的特殊的 那个历史背景有关 也跟我们对集民 跟反抗集民 这个 在影响上的那些 复杂性有关 比如说 什么样叫一种 反抗集民的力量呢 当然最古典的 来说就是 民族主义反抗帝国主义 本土反抗外来 那个时候非常清楚了 我们讲集民 就只用这两个 两对观念 就可以 弄清楚了 但是香港呢 透过我自己的研究 对于香港历史的一个重新观察 跟考察 我就觉得这个 这个是很难令集民这个观念有生产性的 因为香港的过去是不是完全是这个 外来就统治本地 然后民族就是一种反抗集民的东西 其实因为香港的150多年的那个 那个集民经验里面 我看的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在一本书里面就 谈论这个问题 就是我希望把香港看成一个 去构结共谋的集民主义 集民主义 那里面最主要的一个东西就是 华人跟英国人 或者说欧洲人 那个时候 就共同来在这个集民地 建构一个整个集民体制 集民文化 那这个东西好像是150多年前的东西 对今天有没有影响 当然了 你知道就是1997年 我们的名义像叫做回归 但是回归是什么意思 回归是不是就是后集民呢 刚才您介绍的时候 回归我们叫后集民了 但是回归是 从什么意义来说是集民终结 然后我们可以说是后了 所以这个时候是一个很很很烦恼的问题 对我来说 呃 当年的时候 我是支持回归 一个很简单的那个 那个大中华主义在后面 但是我 九次之后 你观察所有的东西 重新反思之后 我觉得整个世界 给我的那个 验证就是 世界没有改变我 集民没有终结 所以我就对香港的整个格局有个判断 就是被动回归 呃 解集民没有完成 这个就是香港问题的境界所在 然后中共换旗 然后把英国人请走 他请走不是真的请走 因为他整个过渡旗里面就是最主要的目标 就是跟香港人那个时候就 啊 你们最怕什么 就是他就是变 那我们就是不变 那不变是什么意思 平稳过渡 从呂纳 阿罗 香港最有名的那个社会学家 他说 冻结找个基因结果 从这个基因上来说就是 什么东西都不变 只是 那个奇迹变 但是当然 不是什么都没有变 因为 在 这个 总督府里面的 啊 最高权力的人 都有变 整个体积都在这一边 哪一边 哪一边 哪一边也有变 什么是变 什么是不变 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个 这个 这个 后九七的那个 香港的 怎么样 怎么理解他 怎么样理解他的兴趣 那 都存在着很多的 复杂 矛盾的 地方 比如说 一方面他要 冻结 过去的集民地 这个体制 把它提炼成一个 用不用殖民的那个 名号 但是他严肃整个 权力体制 他有继承的部分 但是他也 假将批判 因为他 民族主义嘛 民族主义 批判 这个 任何人 还没有 在政治上 权力上 主权上 回归了 人性没有回归 人性没有回归 这个 这个东西 就可以用来 批判你们去搞 那些东西的时候 你们搞的都是 恋服的嘛 这个 复杂性就在这里 香港 这个 本土的东西 越讲越不清楚 就是因为 很多也 用不同的角度 来 讲 一件事情 它的意义 完全不一样 香港 香港 过去 当然 现在目前 当然面对很多 大的问题 但是整个问题 还是跟 英国 集民时期的 延续下来的 所谓 就是 刘兆家 的那个 那个 香港 那个政府的 那个 紫桥的 那个 国事 他的那个 刘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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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众的主机 那就叫 左派 但是在实际上 什么意义上 也不能够 将他们 今天的 抱持的立场 跟价值 跟左派 其实 什么关系 所以 其实是 明左 但是最右 这种右派 然后 再有很多 新的 收编过来的 姓左派 姓左派 左的一些 也是 我刚才所说的 一个清 政权 清 建制的 那种 我觉得 这个背景 对我们 了解 刚才 允中 所描述的 那个 本土运动的 那个困难 他要表述的方式 就是说 现在有两种 本土 一种就是开放的 后来一种 排外的 几年前 他 允中搞这些 运动的时候 我也觉得这个 就是有一种 僵力在里面 你搞一个 开放性的 会不会 以后 就有人搞这个 不开放性的 那你算不上 他是 本土运动呢 这个时候 就有个怀疑 后来当 这些怀疑 变成现实了 真的有了 真的有 就觉得你们搞 这些叫本土运动 我不觉得哦 啊 什么叫本土运动呢 呃 我们来搞一个 我们让我还是 真正本土运动 就出现了 两种 霧线的那种 降临在里面 我开机的时候 也觉得 啊 这个是很好 但是 当杰明 呃 跟我说 哎 我们就谈这个好不好 我就觉得 跟我现在的感觉 不一样 啊 我我现在的感觉就是 呃 现在过去这一两年 来出现的那种 关于本土的论述跟政治啊 啊 他的确 不但只是一个论述 不但只是一个理论 还是 还是背后有引起一种 政治运动 这种运动 究竟是 很强烈 他 领导了整个香港的 现在的民主运动啊 社会运动啊 是不是这样子 我不一定同意 啊 但是的确 他能够带出一种 不同的政治 但是这种政治的性质是什么呢 我就觉得 我们要放到 跟他 宽的一个 一个角度来 从历史上来 来看 呃 然后他判断他的性质 所以我提出 要要从这个 左跟右 来 来 来考量这个 同样的现象 要不我前面描述香港 在九期前跟九期后 那个体制 那个权力体制 基本上是没有很大的改变 我想最适合要问的问题 是不是 以前有没有反抗呢 以前反抗的人 那些是什么样的 啊 我们这里面就带出 所有反殖民 或者后殖民 研究 或者讨论里面 最关键的问题 殖民不单只是族群的问题 不单是外来跟本地的问题 而说 他一定要 会牵涉 会牵涉阶级啊 性别啊 其他 呃 向道的 呃 权力关系在里面 那 从这个比较宽的角度来说 以前针对这个 香港这个勾结积民的结构 当然又左翼的 真的左翼的 啊 不是一个名号上的左翼 不是一个已经退化 已经辨词的一种左派 香港有种称中左派 但 但其实他们是右派 啊 但是真正的左翼有没有当容 对他们对 呃 中国跟香港 呃 之间的关系 当然有 过去有 有一直也有看法 也从他们的运动里面 已经累积了各种各样的一种看法 这个问题为什么要提出来 就是因为最近 这两年 两三年里面 里面出现的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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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成为一个 有主体性的一个族群 那个 呃 呃 这个 呃 应该有主体性的族群 它的历史是怎么样 你 可以 会不会跟这个族群 大概过去 现在 未来 来构想 呃 发展 发展一种 属于这个族群的 论述 有没有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令我 这个 这个 要求 这种理论上的要求 也实际上的要求 就是令我 越来越觉得 呃 呃 我们用本土的这个东西 无论你叫它做这个 这个 封闭 或者排外的东西 也不能够用来完全要来 呃 呃 不足 当前 那个 香港的政治变化 其中一块 就是 由这种本土运动 新的本土运动 所推动出来的东西 然后因为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它 它出现的 对它最大的冲击力 其实是 针对过去 香港 呃 我不说 我不说 一百多年 而说 最近 只十年 我们可以观察到 记忆到的另一种 香港反抗的问题 其实 左翼半领的 讲是 一点都不小 半有早期的左翼 后来变成左派 然后变成毛派 然后变成参中派 然后变成建制派 那个是 这个东西我们都清楚了 啊 保调的时候的左派 啊 现在保调的左派是什么样子 啊 我们可以 来来来来 来评价 但是 跟这些都无关的 完全是本土的 本土啊 从七十年代到冒出来的 香港本土的 左翼 跟 自由派 的力量 其实他们一直 以来都 都在反抗 啊 呃 不同程度的反抗 不同程度上要求 集民政府 要开放 要民主 然后这个要求 不断是 不呃 不单只是 九七之前 针对英国 集民政府 呃 九次之后 他们也变成 民主派的一部 然后民主派里面 当然 我们知道 香港的民主派是中产阶级 来来来 来作为一个主题 然后他们把整个 反抗论述都 收归到 就是这一种 他们认为我们会一方面啊 香港最求民主 实现那个法治 然后 最近十年 他们叫这一套东西 叫 德性价值 但是同时间也有 长期以来都有 左派 对这个 中产泛民 泛民自由派 对 批判在里面 所以 所以过去对 集民整个反抗的 历史都是由 有这个中间的 自由派跟 左翼 共同 来创造 所以他们有很多 将力在里面 但是共同来说 他们就活在一种 有九次之后 因为 那个时候 英国集民那个 那个 时代 一定要过去了 所以他们重新组织起来 变成民主派 然后民主派里面 有一些 有走 议会道路的 有一些走 社区运道路的 那个 那个 他们共同来 营锁出一种 政治文化 这种政治文化 我在 某一些 书舍里面 就把它 叫做这个 虚拟的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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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基本上 是一个 自由主义为主的东西 但是这个自由主义 有某一种 所谓虚拟的性质 是什么呢 就是 实际上 香港社会没有这个 体系上 不支持这个东西 你要创造出来 你要透过时间 也创造出来 但是当你创造的时候 你会很容易 变成一种 哎 我们就跟着这个 游戏规则 有 可以谈判的 我一定会跟你谈判 抗争那个东西 不是议会应该搞的 我们就不搞了 有这种 你将立在里面 所以这个东西 我觉得 在这个 虚拟自由主义的 中流的 中前阶级 它 当然 把自己缓进去了 其实民间社会 共民社会 社会 社会运动 也某一种程度上 就分享了这个东西 所以说 我们基本上 对于一些很基本的 宪战问题 国家认同的问题 民主认同的问题 有不同 但是可以大成了某一种 我相信它 可以有这个空间 所以又变成过去三十年左右 整个 变成一个 你要 叫它 文化霸权 一个政治文化霸权 也好 它就是 主流的位置 政府也 非常 尊重 这个东西 尊重你们 游行 你们 我们知道 你们怎么样 会走的 然后 要听你们的 抗议的 要听多小 然后怎么样跟你玩游戏 那个都 比较成熟的 只是最近这几年 由他们来搞 这一块 开始 那个游戏 就不一样 因为他们就是 冲着泛民的 那个 中前阶级的 那个 民主派 带人的东西来 来跟他搞一个电脑嘛 啊 历史记忆啊 又拿出来搞 对啊 很多人对人家 啊 对人家有很多 很强的让筒啊 那些 然后发展出一种 被压抑下来的 那种所谓 对本地的 族群的 那个让筒感 啊 本土这个字 那个时候叫 爆炸性 西方就很多的 想象力出来了 但是问题就是说 西方出想象力之后 怎么样把持这个东西 把它推向什么地方 那 那个就是他刚才所表述的一种 一种 经验里面所内涵的困话 用困话到今天为止 还是这 这 这种困话 但是我为什么觉得 这个 这个 用比较 族群为中心的那种 那种所谓 本土主义 来回应是 呃 是有问题的 一就是他被过去 呃 左翼 或者说 左翼与自由派 所希望跟香港打造的那种 呃 共识啦 然后他内涵呢 对未来这个 那个想象啊 那个远景啊 只有差距了 就因为 从左翼过去处理这个 呃 左翼跟自由派 处理这个中港的关系的时候 其实呃 呃 是透 希望透过在地受运 斗争当中的经验当中 让每一个人 自身 从斗争经验里面 产生一个主体性的学习 第二 就是 他维持 呃 希望香港 作为一个开放性的 呃 呃 世界主义 cosmopolitan的一个城市 呃 然后 他的理想是 每一个属于香港的 应该是一个公民 啊 这个公民 而且公民有香港的一个特殊的 文化经验在里面 就是用周雷的说话来说 就是 活在家国之外 家 活 这些东西 是民族主义的东西 对民族主义内涵 对周雷来说 啊 他是一个香港人 他就搞个后期的研究 他觉得有一个 总有一点 不 不是 不属于香港人的东西 我们追求是 可以在这个外面 我觉得这个作为一个 一个描述 就可以不足香港的 那个 那个 很多人的心情 啊 而且 转换到 社会运动来说就是 我们希望这样建议的就是 共民 不是一个族民 不是一个国民 就像我们有国家认同 你可以称中国 你可以称中华民国 什么的 这种官司 我们在香港 只是要搞 城市里面的共民 所以就有这种城市 我们只是 只需要 城市 啊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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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说法 就可以了 国资对我们来说 我们要有一个距离来批判它 啊 国资的问题 国家的问题 国民 国主意识的问题 啊 另外一个 第三点就是说 呃 希望透过香港对大陆 起一种示范的作用 透过香港人 自己在香港进行的 共民斗争 共民社会的斗争 向大陆起一种示范的作用 只是一种示范 当然 有时候 不单只是一个示范 而是 编程好像六四个事 啊 很多人真的 哦 那个时候真的要爬进去 但是 就是 每一个人诚实一点 就是说 当时有多少人爬进去 爬进去 很快就回来了 反正回来 在香港干什么 每年 到 倒念 这个 morning 去维园 做这些东西 还不是说 我们什么都不搞 我就去搞这个 中国大陆的民主 没有 没有这个事情 然后就是说 第四点 就是 从社运 比较左翼的角度来说 就批判 那些 很多时候很容易妥协的 中产的 半自由派 啊 因为自由派是虚拟的 所以 他急如批判 那呢 从再左一点的来说 就是说 哎 什么其他的中国问题 什么都 都不最重要 最重要是全球基本主义 所以 就我们要搞 搞这些斗争 那种 这种 在拉的 跟这个 主流 距离更远的 左翼 就是有这个 这个想法 啊 所以我 我 我做一个很简单的回顾的 意思是 意思就是 来跟 当前 族群 私的 以族群为中心的 本土主义做一个对话 一个对话 就是说 对他们来说 所有过去香港民主运动 反抗运动 都是失败的 而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 大中华情节 那我要 我要 我要觉得 大家要 呃 要多想一点 就是 是不是这个样子 从我的经验来说 这个 不符合是 事实 啊 呃 你说 整体香港的受费的反抗力量 浪费在关心大中华 是不是有这个东西 然后你说 正改 问活派 主张谈判 他失败了 是因为他们太 大中华 这个就是 很容易可以 总结 那是不是 是个样子 我要 我要挑战的就是 这个样子 因为在过去 这一两年来说 对香港很多政治问题 都很容易贴一个标签 所有失败就是因为大中华 这个不是因为 跟这个有不同意见的人 他们很大中华 比如说我 我就 从我 当年之时回归 到后来 06年 他们还没有搞这些运动的时候 我就 我就 我就公开发表 要搞 具本土 具有 那个 自主性的 本土性 那个时候 我自己也蛮苦心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我 我的书里面 批判这个民族主义 离开这个东西 那为什么 现在变成一个大中华 就变成一个 那么容易 拿出来这个标签呢 就是因为 这个标签很容易用 就是因为它可以打开 另外一个反抗的能量 就因为你们示范了 哎呀 那讲这个东西 就已经 会构起很多不同的记忆了 然后 文化的方式 就进行抗争了 所以整套是什么 整套就是文化抗争 当然这个是非常成功啊 我从台湾身上 学了很多东西 就是 的确在写小说 也是用抗争工具啊 然后写小说 在你这样子辩论 也不允许的时候 写小说就是很重要的东西 哇 这个很感动 就是我期待 有没有这个东西 在香港 利用这种方式进行 构起每一个人的回忆 然后它完整 重整它的族群的论述 然后做一种抗争工具 有没有 几年下来 都没有 只有什么 只有争论 你用简子字 你有破碍中华文化啊 叫残体字 啊 残体字 破碍中华文化 那这个是很调诡啊 这个是很调诡 一就是 为什么变成完全是字体的问题 为什么是这个 第二 它要保护的时候 正好是大众华嘛 你为什么不推动这个广东化的 港化运动呢 港化聘运动呢 行不行呢 那也是一种文化抗争啊 台语运动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啊 在这里面 没有这些东西 没有这些东西 就是说 在这里出现了很大的断裂 这个断裂 我曾经有一个机会 也是 跟台上很多年轻朋友 其中有机会 也是非常叶聪搞这个 呃 呃 呃 马克特 Thatcher 来 香港的时候 三条条约 我说 不笑 那个时候没有方案了 只是我觉得这个不行 这个不笑 只是用个简单的原因 我放了几十分钟去讲 讲完之后 那几位朋友 第一句话就是说 哎 你刚才讲得那么多,我完全没有感觉。 那个是你们那个时候有这个感觉,我们没有。 我们来谈我们的一些东西。 那个奇怪是什么呢?奇怪就是说, 在主将这种族群整体, 一个一体性来谈解,那种本土主义应该是这样子吧。 但是你里面有发觉,他们对于世代之间的一个冲突, 今天差异的冲突,非常决意。 到过来说,很多时候就用,你们那个年代就有一个大同化情节, 我们那个年代就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越来越多,我们就是未来了,你们这些就是凹了。 这种事情,那就变成一个世代的问题。 那个世代的问题,为什么会用本土主义的东西来讲? 它可以讲到什么地方去? 那个就是我的另外一个困惑。 那个就是,另外就是对历史的那个态度。 那个我最近在新台湾智库的那个媒体里面, 投过一篇文章,里面就谈到香港的, 论词的问题,论词的情景。 这些在香港呢,很多很乱讨论的, 几篇的这些网友写的东西, 哎呀,英国那个时候,哎呀,怎么都好啊,怎么好啊, 什么都好啊,北线什么都好啊。 所有里面其实,很多都不准确的。 他没有活在那个年代, 没有活在那个年代,不知道。 但是问题就是, 其他的批评的时候,李大洛就直接, 这样讲李大洛, 李大洛就出了一个次行人在香港, 回忆的那个东西, 他就,当时又是不是很多人支持殖民政府啊, 不见得啊, 不见得是这样子啊, 是因为什么他找了一个文献, 讨论历史啊, 然后就,意识形态的供给就来了。 你用这个区别, 来这个, 说明这个, 英国年代是比现在化, 你是为现在的, 呃, 呃, 政权来, 来说话。 所以一个, 不信, 不信得过啊, 这些人都是大中华教啊, 然后也是大中华教。 哈哈哈哈。 所以就出现了一种, 我在里面观察这个一点是什么, 历史对很多, 目前站在那个理想的年轻人来说, 其实虚无的, 无所谓。 他们说, 他们用很堂皇的那种, 比如说, 诶, 我也知道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好啊, 但是拓骨改字嘛, 啊, 拓骨改字嘛, 没无所谓啊, 红子也做这个东西嘛, 要改这个经书啊, 我们也学啊, 就是华夏, 华夏的文化。 那这个也, 因为我觉得这个, 这跟台湾太不一样了, 所以太不一样了, 由这两开词太不一样了。 嗯, 所以, 来到这里, 我很简单的说就是, 你要去中国话我也觉得无所谓, 你真的要搞, 你去搞, 香港要过去中国话的时候, 就把他的那个, 非常复杂内在的, 几穷的身份里面的, 另外一面拉出来就可以了, 比如说你觉得, 西方文化就, 不好啊, 中国文化就不好啊, 你就突出这点, 好啊, 香港有没有人这样想? 有啊, 就是港独啊, 香港真的有一个人, 不具体港独的, 那些人都非常成熟, 有自己的信仰啊, 他们觉得西方文化, 什么都跟你中国文化好, 但这些人我比较赞配, 啊, 因为他真的要讲出一些, 没有很敢说的话, 而且这些, 也在十年前, 中主汪什么, 他们都说了这些, 这些话了, 但是现在, 现在的本土主义, 是不是搞这个东西? 不是搞这个东西, 不是搞这个东西, 呃, 反而我, 我看到, 看到那个著名导师, 就不断说, 我们要复兴华夏啊, 要搞, 一些不是大中华, 但是不是大中华, 要复兴华夏, 是什么意思啊? 唯一我, 我从而有先的, 历史就是, 这个就想用小中华了, 小中华主义, 啊, 用小中华主义, 小中华主义也可以嘛, 啊, 族群优先, 作为一个政策, 我没有很大的, 正义性, 我觉得的确, 没有一个, 所谓, 全世界族群都, 所有问题, 所有权力都反同了, 要,要,要, 要我是这样, 我们是另外一个世界, 那族群优先, 是不是要足全, 右约, 啊, 右约, 来,来,来,来照明呢? 我觉得很多, 很多书写, 就是从这个方面, 我们总用, 给他们右约, 很多很多, 右约到右约都可以说, 香港本来就是一个帝国嘛, 将来也是要变成一个帝国, 香港帝国论, 然后华南地区, 应该是香港的集民地, 这个是说, 我的逻辑退出来, 一定要将来是搞这个, 你看呢, 我们现在也, 已经在搞了, 这是什么意思? 我, 我不太懂了, 啊, 所以它背后的, 不是一种族群平等, 不是追求族群的正义, 所以没有什么公民群,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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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土法, 哇, 香港做一个开放城市, 什么资本来都可以, 只要他们来到手, 手里罚就行了, 这种, 这个是更紧张, 本土主义还是右翼的思想, 然后到了最近, 所有的公积的那个集用点, 就是土戏价值, 跟左翼社运, 社会福利的, 他们的公积, 他们跟这个全面的反忠权, 反继承, 忠权, 因为他们是自由主义者, 啊, 我就明白了, 为什么他要福姓华夏, 福姓华夏就是可以既凡美, 也凡共, 啊, 那么, 这个搞得好, 我非常赞访, 但是问题, 每一句反美都没有内容了, 每一句反美就是香港, 泛民所有的美帝国主义的, 啊, 那个, 操纵了, 是美国的那个毕业人, 啊, 幸好不是, 我是, 我是英国来, 哈哈, 哈哈, 这个就是我, 我, 我对, 那个, 目前, 本土主义的某一种走向, 我觉得这个更右翼的, 跟左右抗衡那个, 有一个, 好像那个, 这个, 用这个角度来, 来看, 可能更准确, 香港很多右派, 也同样, 因为香港很多左派, 不同意义的右, 左派, 也有不同意义的右派, 有, 本地基本的, 殖民主义的, 深自由主义右派, 有, 红氏国家主义, 红氏资本的, 国家主义右派, 有, 参共的, 呃, 群众主义, 啊, 建制了, 皇室共会的, 传统左派, 有, 新的参共的, 爱国民粹主义右派, 好像爱广利啊, 什么, 那些, 那些, 那些小团体, 他们也是非常激进啊, 呃, 也有, 新中产的, 道德, 文化, 保守主义, 基督右派, 啊, 这些右派, 然后, 最后加强这个, 反共本土族群主义的, 右倾的, 右翼的, 右翼的, 问题就是说, 可能刚才我描述的内容来说, 它可以在不同的课题上, 分别跟这些不同的右派来, 再, 呃, 呃, 建成联盟, 啊, 呃, 跟这个, 第一个, 本地资本的, 呃, 那种新自由主义右派, 有啊, 他们都反共啊, 啊, 跟这个, 红色国家基本右派, 有啊, 有啊, 因为他, 反普西加级的, 大陆新左派, 也是这个样子的, 大陆新左派就是国家主义, 然后那个, 新清空的, 明确主义右派, 爱港帝的, 他们有没有, 有啊, 他们共同共击共民党呢, 因为共民党就是, 就是一个自由, 自由派的, 啊, 啊, 更新的中产道德文化, 保守主义右派, 有没有结盟可能, 有啊, 因为他们共同的反对, 呃, 要共同的, 要巩固, 中国文化, 华夏文化, 反对同志, 回复道德, 这是有一些的可能, 这是我, 我就说, 这种, 右翼, 那种右翼就是, 不单只是, 本土运动的, 右翼的意思, 就是一种更广义的, 那个右翼的力量, 这个我, 希望今天就, 和你讲清楚, 好, 好, 真的是非常精彩的对话, 呃, 呃, 香港不简单, 香港不简单, 香港的学者也不简单, 那, 刚刚, 崇允中跟申哥的这个, 这个对话当中呢, 呃, 引发了很多可以讨论的问题, 呃, 我自己很想问, 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要压抑一下, 我自己的那个, 那个, 那个冲动, 所以现在就把现场开放给, 朋友们, 那, 请各位不用客气, 不用客气, 因为今天提出来的很多问题, 对我们在思考, 台湾自己的民主发展, 过去的, 本土运动, 我们的台独运动, 然后今天跟中国的关系, 我想都有非常重要的, 启发, 跟借进, 好, 那这也是为什么说, 这一波这几年, 台湾跟香港的, 呃, 社会运动界, 会有这么密切的交往跟接触, 其实跟现在的整个, 必然的情势变化, 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 就请各位不用客气, 提出问题, 这一步, 那我会认为, 感觉不客气 它, 啊, 有很紧张, 不好意思, 呃, 康天二位发演之后, 讓我對於一些 路線跟思考的問題 我覺得有得到答案 那在問問題之前我先表達一下我對本土這兩個字的論述 嗯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到剛好剛好因為講到這樣子剛剛那個文化拆遷的問題還有一些 情況讓我想到剛好台灣這幾天這最近都有發生這種問題 不論是土地問題或者像今天有個在在那麼在 那普安堂被拆遷的問題來講到一些本土的問題 剛剛聽到的很多專有名詞太多專有名詞了 然後本土這兩個字的論述一直在講說到底是左右之別或是怎麼樣的問題 在我個人的本土論知為什麼會產生那麼大的一個 政治文化 民族或者是個人的抵抗 我認為問題是有合共同核心的 他會從一個 這樣子一個空空空間產生抵抗 是因為不對等 我認為本土跟殖民的關係最直接就是不對等 什麼是本土 為什麼要區隔本土跟對方 比如說我們今天我們自己台灣有很多個採權土地問題 我們可以這樣講 香港能不能夠說剛好那碼頭 或者是 呃被拆遷的文化當地的不同族群 能不能由 全部的香港人決定那邊的生死 然後是不是這樣決定的就可以OK了 就像我們台灣 有一個40 呃文明晚的院 呃 但是 還是他尊重對方 他們如果堅持 不行 那就不要把他們劃入 這是一個對等問題 如果今天本土 我堅持 他們願意來跟我談判 談到 我同意了 我們可以願意 這樣子一起做一個劃分 所以我問的一個第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 這個假設沒錯 是不是如果當初 政府要拆 所謂的皇后碼頭的時候 他們非常耐心的跟你們全部的人都談判 全部的人都耐心的去請聽 最後真的你們全部人同意 就不會有這樣子的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在講大中華文化的時候 或者是什麼樣的 可以簡化你的問題嗎 因為時間 對 要分享給大家 這是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是 我們在講大中華文化 或是什麼小中華文化 或是台灣香港之間的一些 分土認同的問題 我認為中國因素存在 中國因素的存在 它 不是代表的是文化的因素存在 而是一個 政治實體 巨大的 龐大的不對等的存在 因為 中國 他不見得 他們的政權現在不見得 遵從所謂的傳統文化 或中國文化 可是如果他們因為自己本身的政治實力 影響香港 告訴香港他們當地的政治實力 說 我有個想法 我想這樣做 那我影響你們很多 可是我可能沒有這感覺 我可能認為這是 我覺得 我只是提出來而已啊 這是一種 我們在我們這邊也有的 叫做蔣介石 蔣介石的 嘴巴的力量 他可能只是隨便提一個東西 覺得 228或什麼樣 他可能沒有這個心 他也願意 從他日記裡面講說 其實如果當初願意談判 他可以去用比較溫和的方法 手段處理 當然這是假設 搞不好也不是這樣 這個朋友那個 時間差不多了 對不起 我直接講出來 是不是會解釋 這香港當局會不會強化檢視 中國當局的 嘴巴 嘴巴的力量 他只要他提出來 其實他們當局可能沒有想到 他自己影響力那麼大 和香港當局 因為過度重視中國因素 所以就會強化中國因素的力量 是不是有這樣的問題 謝謝 謝謝 我們一次 我們一次請三位朋友 好不好 謝謝 大家好 那個 就是 這個有人 有 我是 喂 喔好 那個就是因為我去年是新華大學研究生田額會會長 那就是 從我過去在台灣學運參與的脈絡裡面 就是 我其實是比較算是台灣左派的學生 那因為其實去年 就是剛好是 呃 就是台灣有很多運動都 呃 反而去壟斷 或者說其他的運動 其實是跟 呃 就是 比較本土化的運動有關 那就是 我在那時候其實也思考過 就是同樣的問題 那因為剛好去年 大概這個時候也去過香港 那時候是跟他們左翼學生做交流 那就是我們遇到一個問題是 我想問的問題是說 呃 有時候就是 我的感覺是說 左派學生他其實並不是不重視 呃 所謂本土化的問題 但是因為在他們的語言脈絡跟他們想要處理的問題裡面 這些問題不會放在他們問題的火星裡面 那可是我們遇到的問題是說 當我們跟 獨派學生 相處的時候 他們常會攻擊就是 你 過於去政治化的 然後 就是 沒有 呃 就是 就失之同派 然後沒有獨立思想等等這些問題 就是說 可能不只是 香港的 學生會遇到 台灣的人也 同樣遇到這個問題 那有時候 我們在實際上操作 它其實根本不是一個 路線或理念的問題 而是一個實際上 處理側重的問題 那我想知道兩位怎麼看這個問題 謝謝 OK好 我們現在有兩個問題 這兩個問題 就很強的 台灣主體出發的欲望 要把兩位拉到台灣這個 氣場上來討論問題 好 第三位 誰先舉手 這位 我問點 我問點很簡單就是 對那個 香港本土出現左右之別 或是開放和排斥的 那 現在 我想問說香港左派怎麼會應對 因為台灣有類似的狀況 那台灣左派也想知道 香港左派是怎樣去 應對一個本土派開始區別 就是成為左右之爭的 一種狀況 而且現在開始右的是比較大的 對 那左相對是 是小的 那是想透過這個問題知道說 那台灣左派或許可以參考一下 香港左派 怎麼去應對這樣的經驗 在請兩位回答之前 我猜一下自己的問題好了 把這個 其實我們要拉回來香港的內容 因為我是希望今天可以讓各位 再真的去有更深刻了解到香港這個問題的深刻性 因為剛剛森哥提到很多是一種 其實他 他應該很呼之欲出是在批判 這種年輕世代 用一種 一種conforming 依附主義式的 未經批判反省 就是用了本土 那這個本土其實是一種 一種大中華的鏡像 變成一個小中華的 類似一種 帝國主義式的慾望 有可能做這種發展 那 那我一個問題就是說 要問遠中 就是其實本土運動 你們那些屬於 集合的所有社會邊緣性的階級力量的一個反抗 用了一個本土的稱呼 所以是你們用了這個本土的稱呼 那剛剛森哥也提到說 這個詞位一旦被創造出來 別人就被吸毒嘛 那可是我覺得好奇的說 為什麼08年之後 這個吸毒的力量這麼大 就是一下子反而就是你們原來的這種 基於下層階級的反派的力量 整個被右翼化的本土面數 給形奪掉 取代掉 那反而你現在 譬如說 我前幾天在宣傳這個活動的時候 就有人在底下寫一個說 陳雲中是左膠為什麼你要請他 對 那我們今天聽這個演講就知道說 他怎麼可能是左膠呢 是不是 因為他的左 他的左不是大中華的左嘛 但是為什麼現在語言變得這麼簡化 那我想請雲中用一點時間 談一下說 這個08年這個變化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那同樣問題要問一下森哥 就是說 你剛還是比較從一個 一個香港社會 他被殖民150年之後 他的內部結構的 對自己過去歷史性的批判深度 好像不夠好 從這個角度去談問題 那我是覺得說 其實跟剛剛那位 時間用比較久的朋友也是有關 就是說 我比較好奇是說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 這過去 所謂的 主權回歸之後這10多年 我們可不可能 採取比較多一點 剛剛提到應該用階級分析 用人口結構的變遷 經濟發展模式的變化 就種種比較屬於 政治經濟學的思維的角度 或者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思維角度 去同樣去考慮你那一組 批判意思的問題 有沒有可能從這個角度去看 那不然的話 覺得還是一種 會不會太過於 從一個 是不是太過於 把香港今天的這個本土 跟左右的之間的 翻轉跟混淆 看得是太過內深 內深於 香港過去跟英殖民的關係 沒有 沒有徹底的 批判檢討之後 成生的 也就是說 過去是香港跟英殖民的 問題 然後那個結構沒有改變 剛剛經過你的鋪產之後 那可是現在新的中國力量又進來 新的大陸的 資本 文化 然後 軟實力 人口 那所以 這個疊上去的這一層 是不是需要 有更 客觀主義式的 解釋 是不是需要 好 我先打 吳老師的 挑戰 因為 當時你看我們那個 本土號上岸的時候 最大的那個調幅呢 是叫民主規劃 所以當時 當時我們的本土呢 是相對於 其實是因為它 其實是一個解釋 未完成 所以本土基本上是一個解釋的力量 所以我們還 我們占領了最象徵性的地方 然後又人民登陸的方式 其實 就是說 就是要搞一個解釋 他們被那個親中派罵成那個鏈子 不過他們 所以其實那個解釋最重要的是民主 所以其實我們 就是民主 就是說 香港人 可以做決定 從 我們可以決定保留我們這個文化資產 開始 然後我們從 一個區域 一個社區 廣號碼頭這個社區的話 從一個社區民主 然後從這裡出發 再去連結這些 被那個都更這些 還是被逼遷那些 弱勢者 然後再 再爭取 議會民主 所以我們是走這條路線上來的 那一定是 可是我是覺得那個連結沒有連結好 所以那個民主派也沒有完全跳進來 就覺得你們就是一些激進的一些 左膠 不過那時候左膠沒出來 那時候其實我們的空間很大 所以現在我們對年輕人來說 我們搞運動的環境時期過去了 因為現在 只要一出來就被人罵罵都 一塌糊塗 我們那時候哪裡有人罵我啊 我們基本上就整個舞台都被我們佔領了 因為我們講什麼大概都可以 那時候很自由 現在現在不行了 因為現在那個 那個右派 那個放右聯盟 是非常龐大 然後透過 而且我們那時候很重要一點 2007年那時候是 Facebook之前的年代 Facebook之後年代真的是 很慘的 因為你會在私人 你上台講幾句話 然後你是在你回家 你Facebook被幾千人罵 所以 那時候我們不用處理這問題 現在要處理啦 現在全部貼身啦 就是罵幾下 你受不了 你就說好 那我的舞台送給你 那你就完蛋了 所以這個 實際 所以這個網路這個東西 值得我們很拿去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其實我們的本土 就是要 解質 然後是往民主的方向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是說 其實是 是反抗 就是說你一定是一個 基於 為什麼我們要把整個 環洪碼頭的反抗 人民反抗的歷史 延結起來 所以基本上就是 就是說基本上我們要 本土沒有一個 本質上的內容 所以我們是基本上 要把我們認為 好的內容把它填進去 然後 所以一定是反抗 因為反抗政權 所以它 那相對於什麼 是民粹 相對於 我們不是為了 因為 這個社會有很多人不滿 然後他們不滿找不到出口 然後 把大陸人當作敵人 然後這裡好像有一個市場 然後你跳進去把它連接起來 然後用一個帽子說 你們 你們這種反抗 那種 排外的反抗 對不起 我還是用我的語言 然後是一種 很正當的 其實是反共 你們不是排外 你們不是歧視 你們是反共 因為大陸人就是共產黨 就是間諜 還是潛在的間諜 所以他們是用 一種情緒 上面原本的不滿 無法發現 然後再把它 提升 然後至於說什麼大中華文化 那個都是你架上去的 可是我一說我們那時候走的條路 不是這條路 好 那為什麼會死亡 死亡就是說因為我們這個東西很 邊緣 然後它 就是說那個 要不停的要我們自己來說 因為沒有人會說的事情 可是黃龍碼頭拆掉以後 很多人心裡受傷 因為我們的家被拆了 所以那個年輕人聊散的時間過長 聊散時間 因為那時候我還 因為我蠻氣的 因為那時候我們沒有結束 因為解放軍碼頭 我們還沒有反調 所以其實聊散了三年 然後就是死亡 不是了傷 所以我們沒有再說 因為沒有那種 就是很像那時候 你就要不停的說嘛 因為那時候你創造一個新的名詞 然後那時候沒有一個很大的矛盾 反高鐵不是一個 另一個 反高鐵那就三年之後了 兩年之後 然後 反高鐵沒有講本土啦 講官山勾結什麼 就講的少了 就沒有那麼講 然後 真正 後來那個右派是 就是2011年開始 2011年的時候是 就很多事件啦 就是不要派錢給這個新移民啊 然後傳位問題啊 奶粉啊 然後這個自由行啊 等等 就一系列爆發之後 然後 我們的國師就看到機會了 就下去 把理論化成這些 全部都是一個反共的東西 所以 所以 所以我現在 他說國師是一個作家叫成語 對我們在 對 不能只稱為他的位置太高了 不能直接叫他 這是一個尊稱來的 對 現在叫黃帝 不能叫他名字 所以那個 所以就變成說 所以就說那個 所以我都其實也可以同意 本土大概可以放棄了 因為 因為我們那時候 就剛才講說我有點相仇啦 因為他其實已經不是一個力量了 我們其實是一個 其實是一個蠻相仇的東西 所以他就 也是必死無疑的 因為那時候 這個社會力量 還是太弱的情況下 我們想 想要 戴一個很大頂的帽子 這個帽子其實戴不住 然後也沒有人撐得起來 然後可是那個社會情緒矛盾出來的時候 然後 國師用那種方式來連結 他就很快 然後就現在 現在也在燒 所以其實現在 比如說 羅老師他 他想 其實說 本土的東西 其實他不都可以 可以放棄 還是說 overload 他沒有這個意思 沒有這個意思 其他問題 我等一下再講 想回應一下 我對 對反高鐵的往後這幾年的判斷有一點不一樣 最主要就是反高鐵當然你們去 不是你們 那個時候 那個聯盟已經很大了 很大 太大了 已經大了 他們 不是他們的小群 很大 雖然沒有 集結打出本土主義的旗號 但是這個潛在的 不是潛在 這個非常明顯的一個論述 就是反對中港融合 所以這個不是跟這個沒關係 反而這個關係很大 所以以前你保護這個 王后碼頭的時候 保護就保護了 沒有掀起什麼 中港矛盾出來 但是 反高鐵的時候 因為碰到這個 你挑戰那個 中港融合 所以潛在的 要回答就是 你們怎麼看中港之間的東西 就是因為那個時候 論述沒有出來 你所理解的就是 從圍觀那個腳步 很多年輕人已經 聊腔 有經過這個習性 但是其他人沒有做事 其他人沒有做事 而且沒有覺得這個問題 會變得那麼大的 那個文化的力量 沒有真的感覺出來 所以這個也間接 連接上 建民剛才所說的 你說 比較 比較不是從這種 右翼的那個角度去看的時候 都能和你 用更 更好的一種政治經濟分析 我覺得那個 從香港左翼的那個角度來說 就是說我承認你 你所說的那種狀況 但是故事沒有 沒有東西的 很多人用全球的角度啊 然後區域經濟的角度來 講這個東西 問題就是說 這些 這些分析 這些批判 沒有變成運動的力量 因為它跟運動的那個 agenda 是根本 不掛靠的 左翼 變成一個越來 我所說的那種 進行的一種 這種左翼 其實是 整個 光譜裡面最左的那一種 那一種 根本上他們自己運動 比起 好像 遠中那一種 比較走 那一種 地區的 那種抗爭的 反而走得比較遠 所以它對整個局勢來說 沒有影響 你有這種分析也沒有影響 都後來什麼 Facebook年代之後 都更加最主要的 不是這個玩這個遊戲 這個遊戲已經完全改變了 變成 一種 常序的 這樣子 情緒的 情緒的這樣子 情緒的這樣子 是什麼 原因出現令 低波的那個 本土運動 沒有辦法 進 上前走了 就是因為這個 虛攻投 失敗 應該說它是失敗了 然後 所有關於 政治上的東西 沒有 任何 提出 提出 任何 那一種 關於未來的 那一種 issue出來 你怎麼樣 更加老就是來 欺騙你啊 你怎麼辦 所有其他 現在在 目前在 網路上 在媒體上 佔有很高的 那個 關注率的 文章 所有都是 正對 這些問題 因為人家 想 希望從這些東西 裡面 想出一點東西來嘛 而其他所有人都是 不知道怎麼辦 這怎麼辦 這個樣子 然後 一直沒 社運也好 民主派也好 差不多都在 原來那個 圈裡面 轉 那個就是我 我想說那個 那個政治文化已經 基本上改變了 虛擬 既有主義 不行嘛 你不行的話 你再用 同一個方法去 去搞的時候 你就 樓出一個 什麼 這個論述上的 絕大空間出來 然後右翼就 來 拿這個東西 但男的 他出來的時候 所以 我同情他的 同情是什麼意思 他說 現在不是講你的時候 現在要提出方向的時候 那我那種方向完全是沒有什麼東西 就是有些 主將那些東西 但是後來為什麼覺得 走火入魔的 有一種 就是他 開啟你一句話 他不是打這個東西 而是打 你們周邊的 內戰為主 對他們來說 這個清楚啊 不要打外面 打自主 最主要 所以他們 最近就出現那個 蔣介石那個明年 出現了 安內 安內 對 就是這句 安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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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打外面 對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所有 什麼運動界啊 什麼那個 知識分子界啊 文化界啊 什麼所有 你剛才說 那個也算 那個也算 所有也算 他們就所有都清算 就這樣 所以從某一個角度來 他們玩這個藏制的東西 非常常鑽 常鑽 都要有常鑽 這是馬尔教宗啊 你以前讀馬尔教宗 就馬尔教宗就是玩這個東西 啊 啊 這個呢 從這一點上來說 剛才回應 我不知道 我記得有 呃 那位朋友提出 這個 政治上的 那個香港的 那個原有的 那個 自由主義者 跟左翼 自己的那個 政治性 不夠 這個政治性 不夠 那個就是 對於 什麼是最 迫切的問題 什麼是根本問題 然後 什麼是關於希望 啊 哪怕是你這個 虛假的希望 也有一個希望 這一種東西的政治性 這個異覺是不夠 不夠 然後 整個 隊伍 就變成一個 只能夠 用原來那個 呃 習慣的 用方式來運作 所以越 那個 那個 那個主機越來響 越少 然後 你看 你看 另外一個 攻擊的力量 就越來越強 強的意思是說 他們不但可以從那個最基本的那個情 情緒的 動員 以及到 他做 很多 當然那個是 蠻多 猜測的部分就是 他怎麼樣 在這種 合眾聯網裡面 可以 打出一個 新的 那個局面來 這個就是我們 我們等著瞧啊 就是 有這個東西 呃在裡面 而比較 呃 重誠於原來的原則性的左派的那些東西 呃那些東西 呃那些朋友就就就就就很難回應 好 這個 有的感情 好 謝謝 我有一種衝動很想扮演記者的教師 對 這個問題 呃 在在開放這裡我再提一下 就是說 你剛剛聖哥提到說 香港這種被簡化的 奧芬華的 這種本土的說法 然後 有一點 就是說 不分青紅照白的 這種批判 然後你講到一個關鍵字 說香港現在有有政論 對不對 都變成政論 有政論 但是沒有把這個力量 這個自我的 醒覺的主體性 把它轉化成為文學跟藝術的創作 我聽到你這個關鍵句 對不對 那今天剛剛其實在做很多文學的研究者 真的非常多 而且好幾位是文學的創作者 所以或許我會希望那位跟文學有關的朋友們 可以從你們的反省的角度 然後看今天香港的問題 那台灣過去怎麼處理這些問題 未來面對什麼問題 可以提出這一方面的想法跟大家分享 參考一下 這個主持人也會設計 我是比較關注香港的文學 因為97以後 我成的意識就很強 就是我這個從事的這樣的一個意識 那像西西 黃碧雲 韓麗珠 東起章 他們大概都是有寫這方面 那尤其像黃碧雲寫這個《後智能志》以後 這些文學對我們台灣的那個文學生態 也有一定程度的衝擊 那我 我是在想說 其實文學的力量應該很大 我不知道 因為台灣的很多的議題都是從文學開始的 你譬如說同志的議題 都是從文學開始的 那本土的問題就是我們的鄉口文學 那還有那個有關女性的議題都是從文學開始的 所以這種文學的力量事實上後來變成整個台灣民主運動匯聚起來很重要的 你們在弄這些運動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說 你們的成員 有多少人是注意到這些文學已經表現出來 就是香港意識 最早當然是野獅嘛 野獅現在去世了 野獅他現在成國球嘛 他們都是在做香港意識的一個詮釋 我從外面看都覺得香港意識非常高漲 可是聽你在講的好像是事關武力這樣 所以我現在是比較想要弄清楚 就是說你們在搞運動的這些人 這些作家他們有必要參加 我們會參加啦 在台灣我們是參加的 可是我不知道說香港的這些作家有沒有參加 我們再開一個問題 好 我可以再繼續講嗎 我知道在座除了有從事政治運動者的 也有非常關心文學跟藝術 而且最近常常在寫著文學跟藝術的評論 我已經看到他了 我們可以請他講點話嗎 左嘴兄 左嘴兄不講 不提個問題嗎 剛才講那麼多啊 腦筋還沒有消化 我剛跟那個申哥在吃飯聊天的時候 其實他特別提到你 真的 我跟吳吳吳吳說 對那你真的就來了 就是我的念力 我們的念力把你召喚了 因為剛剛他們兩位提的問題的狀況 真的是非常複雜 很多啊 就是以我自己最近比較關心香港問題 就是我都記筆記記了很辛苦 所以真的需要我們台灣人好好學習 比現在香港問題 他的性質是什麼 自己也好聽說 呵呵呵 好 那 OK 我不能點名了 所以請各位自己 呃 想要發言了請 請 繼續掃吧 想要 就剛剛陳芳明老師有講到一句話 其實也是本來我想要問 就是說那個 壞人看起來會覺得 欸不會啊 香港意識很高張啊 然後大家好 都很熱烈啊 喔 我不知道 我覺得今天聽兩位老師講的 就是覺得 其實還蠻悲觀的 好像這個運動有點 沒有辦法找到 找到出路 這跟我平常自己在那個 總之我也是在看網路新聞的 那種印象真的是差很多 我覺得蠻shock的 那可不可以 就是說我不用誤解你們的意思嗎 還是 嗯 好 好 這位 這位 不好意思 那個如果是 根據我的觀察的話 當然不是香港人 但是根據我的觀察 我覺得 聲歌跟語音中會不會 講得有點太悲觀了 陳芸的影響力 有啦 可是 我知道了進步知識分子的話 那個力量也是蠻大的 我是覺得 可以不用這麼的失望吧 然後 也許 各位兩位可不可以談一下 譬如說明年的戰中的 那個東西 各位兩位的想法大概是 很簡單的講一下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你這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学人在香港社会里面的地位无法跟台湾来比较 所以这个影响就很难相比 对香港意识最早出现很敏感很着意去清理的那些东西 整一块都是在九十年代更早之前就已经有人在做 然后九十年代那个时候很多关于香港的文化性质的政论 那个时候做很多的工作 其实那一块都在了 所以我就觉得后来的这几年出来的那些本土运动 其实其中一个共通的问题就是 不是在这一些成果之下来开展 那个就是其中一个大的问题 但是也是他们的问题 不是你们的问题 而是另外一个本土的问题 他们没有这些东西 但是为什么没有这些东西 但是他用文化抗争那种手段 就是因为他根本没有通杀一样 所以某个意义上 我一方面批评虚拟自由主义的 那个很悲观的那种前景啊 但是某种意义上 香港搞这种非常傻爱的那种族群主义 其实也是虚拟的 因为他根本没有回到 我刚才所说的内容里面包括 他没有这种有扩展力的那种本土运动 族产主义也好 他怎么样可以有发展空间呢 你一定要回到每一个人 他的记忆 他的经历 他的经验 他这些经验怎么样去提升 然后变成一种集体的感觉 跟命运共同体这个东西嘛 也有结块嘛 但是很多现在讲这个东西 就是随便讲嘛 自由主义家也要讲命运共同体啊 是什么意思他们也不太清楚啊 然后其他人都没有什么一个很清楚 所谓香港要建立一种共同体系 是什么意思 所以最近实时也很多已经返国了 这两天你的朋友那个陈景辉 写了两天这个关于本土佐语佑 里面就很抓住这个核心 那个我们究竟要怎么样用community 所以他已经是阿斯门港 讲一种公民seafood nation的一些概念 来说这个就把这个讨论的层次提醒了 所以一点都不悲观 但是我今天那个讨论的内容 就主要检讨所谓本土的东西 但是有一些非常本土 但是他们从来不走进这个政论里面 变成随便 与其说他是左还是右 比如说很简单 反国教 反国教那么强的那个大的运动 那个运动的能量大得很 对我了解 对大陆对台湾的那个影响 都很具体的那些东西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随便拿出一个 我们是什么样本土本土 不搞这些东西 不知道他们没有 他们非常清楚 那个就是向然 在他们那个危机 能够做的最大的那个 最大的一个批判 我都曾经解误过这个 他最主要是中国的国家主义传统 这几百年以来的这种传统 来一个很重要 好像国民教育的东西 这个他的经验是非常的 像有待的奖害 这个我们今天只是个课题了 几年没有碰见 那个文学 文学是我的伴侣 那个司徒我也比较熟悉 我之前因为文学人的地位太低了 他们没有出书的话 都担心卖不到五百本 所以因为地位很低 所以他们很积极参与的话 也没有那种力量 就是没有不像这里 所以比如说他们现在很积极 所以刚才很多运动 他们其实都会参与的 他们会在这里揽诗啊 然后会有在报纸上写文章 其实他们都会 而且呢 他们是以集体的方式 一起出现的 常常 一起庄廊啊 然后座塔啊等等 可是就是因为整个地位很低 所以那个影响力也不是很大 然后他们现在最 另外一个自己自我聚集的 就是搞 要争取香港文学馆 文学馆 像这个董启章啊 全部都在邓小华那些人 主要就是要争取 因为受到这个像 台湾有文学馆 而香港没有 希望争取这个东西 来提升这个文学人的地位 虽然自己的生存跟挣扎都有 可是在这个前提下 他们还是自己参与 所以这个是感动的地方 然后另外一个是说 香港意识提高 我其实想讲的是 现在这种意思呢 对我来讲是一个恐怖的意思 就是说这种意思提高 其实是很恐怖的 因为这种意思是 是很 我这种左胶的语言 就是很反动的 然后它排斥性很大 我跟你讲就是说 上次为什么我们要跳出来 有一个广告嘛 就是说源头解人 源头解人就是希望说 以后那个香港人 娶大陆的老婆 大陆老婆来香港呢 来香港重聚呢 是一天有150个名额 他们要减低 还是甚至取消 那就是把那个怎么 这个Family Reunion 那个权利都取消了 那我就说 你应该叫香港人 不要去娶老婆嘛 可是你不能说 不让老婆来啊 现在他们要来 就要等四年才能来 所以 你娶个台湾老婆 马上就可以来 大陆要四年 如果那个名额减低 他们可能等八年了 那个整个家庭 就因为这样子而破碎了 然后他们就是 比如说他们 就源头捡人 这个东西 就是说 因为他把 把那个恐惧把它犯得很大 就大陆人不只是 我觉得那个博士的 破坏力就在这里 他是把那个意识提高 可是那个意识 是一个仇恨的意识很强 为基础的 就是说 怎么讲 就是说 这些人呢 不只抢奶粉 抢学校 抢分化 而且他们文化道德上有缺陷 他们会污染我们的文字 所以 《残体字》是他发明的 这个字 《残体字》 我是马来西亚人 我是学《残体字》 莫名其妙我怎么会变 所以他也得罪我啊 其实 《残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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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就透过这个文化上面 他创造力很强啊 然后创造力背后 其实就是 以情绪为主动 就是说 大家反而很反感啊 就是 我跟你讲 自由行 在 一年在台湾的自由行 是三百万 对 在香港是三千万 三千六百万 三千六百万 只是大陆而已哦 加上这个国外的大概五千多万 香港人口才七百万啊 所以这个自由行 所带来的这个 这个空间的压迫感啊 然后 可是他们就把它全部 怪在新移民啊 那个弱势者啊 因为这些人 会长期留在这里嘛 然后这个 大陆人来这里 得罪你 然后就走掉了 可是他发泄就发泄在 留在这里的人 所以这种 如果说 香港的意识 是要走这一条路 来上去的话 那我们一定要阻止啊 就是我宁可不要有这个香港意思啊 那我觉得像陈锦辉 现在新的文章就是说 共和公民 再把那公民 挖回来 我觉得这一条 我觉得是 是一种提升 我同意啦 然后 然后还有一个是 藏宗 藏宗其实我也是很期望 藏宗是 可以把公民的打造 再打造得清楚一点 就藏宗就是说 我们 以公民的身份 而不是以香港人 那种所谓台湾香港人的身份来 来藏宗 可是现在 现在的情况是 大陆也是很积极的介入啦 然后介入 他们也派很多人来 监察啦 收买啦 然后统藏啦 所以搞到 那个藏宗其实也是四分五点 我其实很担心 那个我们那个四季一藏 我当初把它当作四季一藏 我现在把它的位置降低一点 不然的话太失望了 因为我自己 我是很浪漫的 我是说 战宗是 1989年的六四的成功榜 在鼓励自己去做这些事情 不过 可能不是了 现在把它 位置降低到2006三年的那个 去游行的程度 五十万日投销啦 甚至可能不会发生 因为很快的可能就说 这是国际标准 然后接收了 甚至没有发生 真的有可能 所以现在很多 很多 很多不确定性在那里 刚才忘了回答 就是本土 是不是不对称的问题 不对称的问题 是权力不对称的问题 跟本土 不登土都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这个 是一个民主决策的问题 我同意 不能大多数来欺负少部分人 这个是我刚才一个民主的问题 然后另外一个左翼 不谈本土 是那种 我们叫 教条主义的 左翼 就是他们是要反资本主义那种 所以他们基本上 主要议会民主 就是资产阶级的民主 所以基本上 都对这个大部分的课题 都没有什么兴趣 所以他们觉得本土 根本就 根本 我们这些 所谓中间偏左 还是说这些 就谈那些东西 脚在里面是很无意义的 其实我 我为什么要提 把那个 2007年的旧的本土 把它拉回来 基本上 其实要增加这个想象 可是我也没有想 我大概也不会幻想说 它会变成主流 还是它会变成一个打击 现在 这种 这种 本土主义的 趋势 我想大概不会 谢谢 谢谢宇宗 宇宗说自己很慢 确实 2007年的运动 你现在几年 才 七年不到 你的半生片 都还没褪色 你已经都在说乡丑了 好 各位 时间的关系 我们还可以容许 英文的讨论 所以请各位 确实掌握时间 包括看到后面几位 我很想点名 让他们发言 因为刚刚有个问题 今天的问题 其实没有深入展开讨论 就是刚刚谈了很多 主跟右的问题 阶级的问题 以及因为 因为整个中国的 左派思想的 国主主义化 国家主义化 也影响到香港的论述 所以今天我们在香港 谈香港问题 这个 这个左右的 这个报分法的与会 会不会造成很多混淆 是不是 比如说 刚刚罗永生教师 我也提到说 香港事实上 真正有一些 本土型的 在地自发出来的 左派力量 那我就很好奇说 要向立法会的议员 长毛算不算 其中一个 那长毛今天 在香港到底 扮演什么样的 左翼力量 那他做一个 我觉得是全世界少见的 政治人物 那台湾更没有这样的 政治人物 那他的意义是什么 我都很好奇 想要多听你们 那现在 请这一位 郭明松 郭明松教授 那是不是在英国 交宪法 交英国人宪法 我想 我这个问题 是 是针对 罗教授 刚刚在回应中 提到有关于 这一个 浩普马斯 的 这一个 Civic Nationalism 这一个概念 在 香港的 这个社会运动中 被提出来 那您刚刚提到 就是说 这个就把这个 层次给 提高 那我想在 就这个部分 继续 追问您的看法 那刚刚 那个 建云提到说 我们自己是 是学宪政理论 那 浩普马斯在提出 这一个 Civic Nationalism 相对于 传统的 这一个 Athnocentered Nationalism 或者是说 他现在所讲的 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 其实 基本上面临到的 一个限制度 还是要有一个 Boundary 一个Boundedness 的这一个 这一个问题 那我想 我的问题 就如下 就是说 刚刚 如果我的理解 没有错的话 罗教授 从一个 大中华主义者 然后 原来 不是大中华主义者 是说 大中华文化 这样子 去出发 看待这个 香港、中国 或者是 两岸三地的关系 那 后来你再来 反省 就是说 对于现在 香港的 本土运动 与左右之争的 批判 但是隐约我的感觉 是 你并没有放弃 这个 原来 对于 你所持的 这一个 大中华 基本上 的 Gestalt 的 想法 那只是说 你更进一步的 重新批判性的 去 看待自己的立场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我的问题 就是说 Civic Nationalism 如果作为香港本土运动的 这个内涵的话 是不是有可能 跟这一个 大中华的 这一个 那一个 Gestalt 可以 Compatible 或者是说 他们还是有一个 必然的冲突 必须要做一个选择 如果说 我们把这一个 Civic Nationalism 或 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 它本身所内在的 这个Boundedness 这个特色 把它考量进去 好 谢谢郭敏忠教授 宜忠 宜忠 你要不要讲个话 共的问题 我觉得两位把那个好像 国师说的好像很厉害 如果觉得 我是很好奇 就是说 因为刚刚申哥提到 就是说 其实这个 真的讲港路的人 可能话说的比较清楚 但是现在这一波 国师所带领的这个本土主义 其实有些话说不清楚 他甚至 从骂别人大中 中华教 他自己说自己是 真正捍卫中华的 然后说自己还可以 相当可以变成帝国 那这个我要问的是说 这中间衍生起的问题 就是说 为什么比方说 我们在座也有 过去台湾本土主义的大师 那在这个 台湾本土主义 台独的问题上 虽然有张力 但事实上 好像不如您 森哥所形容的 好像挺起来 有点混乱 按照你们的形容的话 那好像就是 因为 孔敬东的狗论 然后再加上 激起了港路之间 身份的 一个矛盾 然后后来出现 港黄论 那么我还注意到 我特别提醒 其实香港人 对中国的好感 按照那个统计 是在2008年到达最高峰 是在62%左右 这我看那个 陈建明的报告 我偷偷看 注意了 他这个是最高峰是 62%是2008年 就是金澳那一年 那么到了现在 大概只有27% 所以我的意思说 这个本土主义 看起来是急转直下 就是说这个 我的意思是 它发展的 非常的巨烈 那这个也是有 我觉得很困惑 建明刚才是问 这个政治经济的问题 我是更困惑 就是说香港经济 好像也没有 不像台湾好像 这几年好像很惨 去保育保育 保育保育保育 香港经济好像看起来 也还OK 那到底为什么 这个急剧的发展 是怎么样快速变化 他跟这个孔敬东的狗论 或者说 因为大陆越来越有钱 然后这个 最近几年 他这个政策怎么样 然后香港人 越来越急 这个深圳上的 这个不能够适应 我不知道你要 要怎么来解释 这几年来急速的 这个奔土意识的 这个态度 而且两位所说的 本土是一种 比较狭隘的 这个本土 甚至深圳刚才说到 我的回答就是说 好像跟这个港独 还不是同一回事 那这就令人好奇了 就到底 两位除了是说 这个博士 他们是很狭隘之外 就到底 怎么来解释 这个现象 都很好奇 另外我知道像 常常从事运动的 像冲头 夜运冲外 其实好像你们中间 也有一些辩论 就是说 到底碰到本土主义的时候 是要说 我现在就不提呢 我就是说 反正你现在台的本土主义 就很反动 就很保守 还是说 还是要端出一个棋子 说我是比较开放进步的本土 据我了解 内部好像也有这个争论 因为有一个焦虑感是说 本土这个东西 你不去介入 它也许会 永远被国师这一种本土绑得走 那你们现在又很焦虑 那我去谈本土 我也谈不过它 对不对 它绑了香港 某一些反蝗虫的情绪 是绑得很紧的 所以那在这个问题里面 就是说 这有点像是 我们在批评 比方批评狭隘国土主义的时候 我们说 我们是什么国土主义 自由不要谈 还是说 我们也要一个比较进步的 比较能够跟自由的价值 什么什么什么 相结合 那这个冲突 挣扎跟考量 可能会是哪一些 谢谢 好 谢谢一中 好 我们还可以有一个问题 是一轮吗 好 就是因为我是受人自托 要问 麦克风 受人自托问问题 所以一定要问完再给你 你受谁自托啊 那个远方的有 就是 就是 他其实想要 因为刚刚老师其实 谈的那个 香港的右派有很多种 从文化到这个 各种 或是本地资本等等等等 那可是其实 那个我们的文案 其实是讲左右之争嘛 可是似乎 你讲到说有右翼的力量 就有左翼的力量 但是好像 还没有很具体的去讲说 诶 那左翼的力量到底有哪些 所以才会有刚刚老师那问题说 诶 那长矛在这里面 是不是算在这里面 其中的部分 那这个衍生出来的问题是 那左右真的有左右之争吗 也就是在香港的左翼真的有足够的力量 跟这个香港的右翼 甚至是其他人展开对方 还是其实是香港的左翼 就只是弱弱在旁边 其实没办法 参与比赛 那想参与比赛又很想参加 不能参加 然后可能只能躲在家里讲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是说 从刚刚我们讲到说 本土的这个路线之争 到一路到刚刚有人问到说 站中 那刚刚那个谁 呃 YC其实很担心说 这个 呃 站中其实也有很多纷争嘛 那 那我要问的就是说 其实从一路到这个 呃 早期的那个 运动到最近那个香港电视 其实 就最近吵得很厉害 就是骂来骂去 那我想要问的是说 你们会觉得说 这种路线之争 真的会在这个 运动的圈子内发生吗 那如果这个发生 会产生一个更大的分裂吗 不管会 就是说如果会的话 那你们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因为像我之前有一个 就是之前那个 就是之前那个 讲说奇强 讲得很厉害的时候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投稿 就是左右派在吵得很凶 他想要投稿 想要帮大家化解一下这个问题 就他搞得出去了 就他写完之后 他过来跟我说 就是 哦 最后很好 就是两边的人都好像都有安抚 谁谁谁 过来跟他说我写得不错 就是我意思是说 这个他讲这个小故事 好像意思是说 哦 真的吵得非常厉害 连 不过是投个稿而已 都要这么担心 那这两个问题是 诶 不受人知 都要问的啊 那我自己要问的问题 是说 真的我没有虎 我没有虎乱 我自己要问的是说 其实好像一开始 本来这里 今天要谈的一部分 包括说这个 审批权的问题嘛 那今天刚好 应该是今天的新闻 就是说那个 七年 那个中国大陆到这个香港 不用七年就可以领那个 重援 那我想要问 就从这里 从审批权到重援的问题 我很好奇说 不管是那个 升哥或是YT 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那还有最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刚刚大家就是骂了很多这个陈云 那可是在今年七一的时候 我注意到那个升哥有写片文章是 在反思这个七一游行 作为这工灵文化的一部分 那个同时 那个陈云也在他脸书上写说 其实这个游行是一个不行动的 王弟他用哪个单子 好像德文的样子 他把他意思说这是一个不行动 那可能大家看待这两篇文章的意见 可能不太一样 可是我的理解 好像其实两个人谈的 至少在这个事情上 谈的问题是很类似的 也就是说 香港即便在这几年来的运动 不断在各地发生了 不同类型各地的运动不断发生了 可是似乎这一群人 或是不同的群 不同群人 没有办法把这个运动 再往下一个地方 不管是新的政治行动 或是什么 往下待 那我很好奇就是升哥 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那这个那也是我露露腾的问题 不会,谢谢一鸵 一鸵也是帮两位今天演讲 做那个文宣的演讲 他文案是他的演讲 所以我们要感谢他 你看 问题还可以多 他场子现在很热 不是我们只剩十分钟 就必须离架到新竹去了 所以两位各样五分钟 好不好 糟糕 应该你先打 苟论 就是说 本土到底怎么办 就是说我们 你说这个香港人意思就是说 我是香港人 不是中国人 这个比例 其实从08年 然后一直不停的下降 然后一直不停的下降 就是说 怎么解释 就 基本上 我的解释 其实可能很片面 就是 因为我们的整个民主化 受到很大的阻碍 我们争取民主 争取了 从爸爸直选 开始争取了很久 然后他现在一直不停的脱帽 所以大家把那个情绪 一直往不同的地方丢 就是丢说 这个泛民太文和没有用 因为有大中华意思 这个也是帽子 丢下去 然后 然后 曾哥是说 其实那个大中华意思是假的 他们也没有真的跑到去 大陆去搞民主运动 然后 有的 情绪 就丢到这些新移民 还丢到那个 所以 基本上 然后 总结来讲 反正任何跟大陆有关的 大概都 都不对 所以 所以我们当然就不要做大陆人 不要做中国人 所以 所以基本上 这个原因其实有很多重的 所以 我也不要做中国人 虽然我是左翼 可是我也不要做中国人 所以 所以 从那里不能 不能看出来说 到底 成云力量大 还是说 本土左的力量大 没有这个问卷 基本上 没有 所以 不过反正左右都很讨厌 这个中国 这个单权政府 其实 可能理由很不同 那说 那本土还用不用 这个问题 我其实还 是我个人的挣扎 对 就是说 我是不是把那个开放本土 进步本土拿出来 然后这样挥一挥 然后再回家睡觉 所以基本上 我是做了这个事情 因为 推不下去 推不下去 需要很多 很多力量在后面 所以 基本上 所以就变成了一个相丑 我就马上就承认了 因为 是一个什么新的力量 根本没有人 没有人在推这个事情 那 本土要不要再讲呢 我觉得 我们都还在想这个事情 其实在想这个事情 我觉得 比较好的是说 左翼现在比较清楚了 因为左交了 被他骂一骂了 很像是真的有啊 因为香港的传统的运动 我们叫基层运动 是故意不用左这个东西 因为左的话就很像就跟左派一样了 左派现在就变成亲中了 所以香港的阶级运动 从来就叫基层运动 是故意避开这个语言的 所以基层运动 基层运动 基层发展中心 这些都是 其实他们都是打政策 然后跟政党结盟 所以这个运动一直都有 可是他没有这个左翼的理论 去把它包装这样子 然后现在有一个叫左翼二十一 他们是搞理论 还是评论能力比较高的 然后里面又有分 一些是从基层这里连结的 然后另外一派是走那个 叫条左的一派 这两边都有啦 然后他们里面也在博一 所以好处是说 我们被这右派 这个放右派打打打打 打成很像我们自己 左翼现在可以用的 以前我们都不敢用 左翼这个名词 现在是说好啊 我们就是左教啊 我们就是左翼 那我们就坐下来谈 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说 基层运动的 然后这些搞评论的人 现在坐下来谈的机会多了 因为我们被打成 打出来了一个团结出来 所以至于说本土 还是有人想要发展 所谓的本土左 这条路线没有完全放弃 所以有几条路线还在思考 一条是说本土左 就发展这个 要不然就左就好了 就不要本土啦 然后还是说 至于说本土 反正就是我们的挣扎了 现在没有什么出路 现在都还在谈的阶段 我这样 还有另外一个我要讲的 就是跟台湾最大的不同 是香港的政党政治是非常弱势的 所以台湾有一个民进党 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力在这里 香港的那个泛民是四分五裂的一塌糊涂 那是基本法设计出来的 它就让那个香港的反对党不能执政 所以使得他们就变成是党的利益优先 所以他们也不谈本土 也不谈很多重要的课题 他们没有一种带领社会的一种想象 所以这也使得本土就变成只是在民间 吵来吵去 然后政党 香港话叫吃瓜生 所以变成那个力量也没有办法聚集 所以跟台湾一定是很不同的一个路 很简单回应一下 一我不是搞宪法学的 所以我没有办法给一个宪法学的那个回应 但是我觉得那个问题背后 其实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我的立场是这个样子 本土对我来说无所谓 但是相对香港来说 我一定有一个官府它的boundary 什么什么的一种观念 一种观念就是我从开始就用主体性来讲 因为这个主体性可以放在怎么样 那个宪法的框架跟中国的关系是怎么样 所以我也不接受我是还是大中华的什么东西 完全不是这个意思 要我提出这个时候就根本没有主体性的问题 所有时候以前同样跟我搞民主回归的那个 这个当年同一正式的那样 听你一讲主体性 它就不跟你讲话了嘛 所以这个主体性是怎么样子 对我来说 我不关心它是以叫本土主义 族群主义那些东西 所以我只关心它的内容是什么 它怎么样能够内在一贯 然后它可以回应股息价值等等 这些好像听起来是不需要辩解的 我没有运忠因为它在运动前线里面那种焦虑 然后明天我们就开始不讲这句话 我不觉得你不讲这句话 所有人都在讲 我们就要面对这个是限期 这个是香港 怎么样解释这个东西是出现 因为我不希望用一个social trend 社会去世淋巴之后 是不是香港地位特别低 所以香港人有一种集体的反应 我不觉得这个是集体的反应 只是一个部分人的那种 非常hysterical的那种反应 这个hysterical在社会社运圈里面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它对于整个大社会的那个 是不是反映他们的状况 我觉得完全都是一样 最主流的在香港最多人关心的 其实是非常主流的 这东西 中港游客也不错啊 但是它不要放那么多人来就好啊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什么大规模的一个社会转变 然后反映到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只是关心我们讨论的层次 是不是能够提升左右对变 每天都在发声 但是那个不是辩论来的 直接就新的网络时代的互相攻击啊 那些东西没有内容了 要过你真的是很让真的去把互相 之间的那个搞清楚的话 香港的公民社会发展会更成熟啊 那个我只是关心这个公民文化 公民社会是不是存在 那个究竟是在港独啊 大春华特区啊 什么什么框架底下去去考这个东西 不是我关心的 我是港文化研究 我就是关心一些公民文化 因为公民文化是在什么样的话语 什么样的文化藏志里面实现的 这个是我最关心的 所以什么国族主义那些东西 我已经曾经这样回答过 有一些年轻朋友对我 曾经唱海难回水啊 爱我爱一个就够了吧 我都不爱了 你要一定要我爱第二个 我不是 OK 好 各位先留步 刚刚有一位台北的林先生 林先生 立给我一张纸条 希望我做一个工商服务 那各位知道我这个礼拜开的年书 非常的 就是为了做工商服务来着 所以 是这样 是蛮严肃的工商服务 在明年的1月18号到19号两天 台湾有超过十个团体 要跟香港的四个团体 合办一场两天的研讨会 那这个研讨会的题目就叫做台港公民社会运动研讨会 那香港参与的团体包括民间人权阵线 土地正义联盟 土地正义联盟就是 这个组织就是在场 YC YC跟司徒伟 另外一个朋友 他们几个人 共同创立了一个 左翼团体 然后还有 玄敏思潮 各位知道玄敏思潮 就去年反国教 动员 然后 把这个 这个国教的这个政策打翻船 一个 中学生组织 高中生组织 然后香港还有香港专上学生联会 所以呢 这个 这个活动 这个研讨会是明年的1月18到19 在台大法学院 台大法学院 请各位上网去参考这个 活动的 议程 那 各位 如果今天 一有未尽的话 我觉得是根本还没有谈 真的要谈开而已 那 但是因为没办法 必须明天一整天在新竹有研讨会 所以现在就要出发去新竹 那各位 如果觉得一有未尽 那没关系 请跟着我们到新竹来 好 那谢谢 谢谢他们两位 谢谢